欢迎收看金融漫断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 我想今天一开始 大家大概都会觉得很奇怪 今天指数那么136点 好 那么今天成交量也很低 因为今天呢 只有1594亿的成交量 那么这个量呢 是创近期的新低 甚至可以说是近两年的新低 好 那么指数今天呢 是开平之后是一路走低尾盘的时候 它也几乎收在最低点 好 所以最后下跌136点 那14425点所收 好 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说 今天指数呢 那量怎么这么小呢 成交量这么小 然后指数又收低的 好 那为什么今天礼拜一开盘 就是这样这个局面呢 好 我想这个礼拜的话呢 那么有很重要几件事情 好 那么所谓很重要几件事情 倒不是说 这个一定会对这个礼拜 造成多大的一个变化 而是在短线上面 它还是会影响一下 应该这样讲啦 就是说这个礼拜几件事情嘛 对 第一个全球的央行 这个礼拜很多都会有新的决议 那当然最重要是在哪里 最重要是在美国嘛 那美国是在21号也就是我们的22号凌晨会知道 到底3码还是4码 好 3码就是符合预期 4码的话就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 大家会有点担心 好 但不管还是3码或4码 那基本上大概最高峰就这里 也就是说你下一次的时候 第一个下次还隔一段时间 对不对 下次是到11月去了 所以中间就有个工创期 然后再来下一次则这个 单次升的幅度也不会这么大 所以你看起来它像是一个不确定性 也确实是个不确定性 但是不确定性的后面还有一点就是说 不管它还是3码或是4码 它3码也就符合预期嘛 那它4码的话我觉得几率是不太大 但是呢如果真的是4码 那就是震荡一下之后最高峰就这里 对不对 你下次的话就会更明显的落差 是不是 那所以不能确定是3码或4码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那高峰大概就会在这里了 升息的单次的最高峰 然后接下来就会有工创期 那你说今天指数这个为什么跌 因为22号嘛 对不对 今天几号 今天才19号 对不对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那么所以还是有点观望的气氛 对不对 那再加上台币还在扁 是不是 台币是创近期的新低 所以这就是说外资在短线上的话 它这两天还不会出手嘛 但是内资 内资也在等 所以今天量自然就说了嘛 是不是 1594亿我说是最近近两年的新低 好 那低量你怎么看 来 如果这个量是在高档发生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要小心 对不对 但在底部发生的时候呢 那你就不用这么担心 是不是 好 那因为指数的话呢 来 拉回来到这里 我们如果换一个来看的话 从周线来看 从周线来看的话 这个事情今天是第五周 对不对 这个礼拜 从拉回的第一周开始算起的话 12345进到第五周 上次其实也是1234第五周转折 好 这一次1234 现在进入第五周 然后你如果回到日线来看的话 那么记得我跟大家说的 你上面现在是均线反压 五日线跟十日线 五日线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 因为五日线它其实比较容易会 比较容易会改变 它很容易会一根红黑拉起来之后 就慢慢改 一根黑可以打压去以后就变了 是不是 那么十日线 对不对 十日线现在的话其实 准备要往低点扣 所以我觉得意义也不大 对不对 那它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在极限 好 那么季限这一条 浅色的这一条 对不对 那我上次讲 它还在扣哪里 是不是 它现在扣的就在这里 这跟红黑这一天 那也就是说一天两天三天 三天之后它扣这里 对不对 这里是14800多点 四天以后它扣这里 这里是14343点 那14343点就是 比现在还要在低一点 然后会有一段时间 它就会维持在这里 不停地在低档扣 对不对 它会在低档这边扣的时候 那么你只要维持在这边 那么这个极限就有机会往上 好 那还有三四天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两三天 涨没有很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你今天就算强工 明天大概就下来了 对不对 那你今天跌可能明天就反弹了 所以这两三天就是这样子 反反复复 对不对 我不认为它涨会有意义 而且我也觉得 它也没有必要马上涨 倒不如来回测试 对不对 倒不如来回测试理工 对不对 倒不如来回测试低档支撑 时时会来得更好一点 好 所以今天量缩 测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跌破或不跌破 也没有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也没很重要 是不是 因为它跌破这里的话 短线在这边 不管高一点点 低一点点 其实它就是在什么 就是在这一个 上次的恐慌患手区这里 它上次就在恐慌患手区这边 是不是 所以上次的时候呢 那非常恐慌的时候 你看到黑K黑K黑K打下来 非常恐慌的时候 你如果在这里卖掉的 那其实很多股票涨很多 不是说所有股票 对不对 也有股票是跌的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产业不一样 东西也不是完全一样 是不是 但是底部区它有的时候 它就是会这样吸你 我们纯粹从指数来看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在底部区它就是会吸你 是不是 就像当时在这里的时候 它就是给你黑K 它就是给你黑K 黑K之后的话 一根黑K弹上去以后 两天弹上去两天以后 再一根黑K它还破底 是不是 然后再来就往上 然后往上之后 现在回来的时候也一样 对不对 反弹上去两天之后下来 它今天接近前面这个低点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低点 其实很重要吗 我觉得其实它在这个附近来说 你靠近这个区域附近 往下就是涨没跌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季线就晓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季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不对 这年头的时候它开始走平 走平之后就开始跌了 你如果等到开始下跌 那已经差很多了 是不是 走平的时候它就开始跌 它一路跌了 从年头跌到现在 对不对 所以它接下来就会进入盘整的阶段 也就是说季线就会慢慢的走平 是不是 你其实也不用大涨 你在这附近晃一晃 它慢慢就走平了 对不对 然后这季线等于跌了多少 从年头一路跌到现在 是不是 那你会说但是基本面的调整 好像有些东西到明年上半年 才调整完 对 但是股票不会那么久 是不是 股票的反应的时间 多也好空也好 都会比基本面来得短 来得快 是不是 因为它会加速反应 所以前面你还没有看到 数字掉下来的时候 营收数字 获利数字 大家它还没掉下来的时候 股票就已经跌了乱七八糟了 是不是 那反过来一样 落底的时候不会等到歌舞升平的时候 不会等到所有的利空都没有的时候 它会在利空渐渐开始减弱的时候 就会开始逐底 是不是 等到你看到所有利空都没有的时候 它已经距离很远了 所以我就讲说 短线上我认为 基本上 就是维持在这里震荡 因为礼拜四还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它稍微震荡一两天 今天跌明天涨 今天跌明天涨 就稍微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之后再来 到礼拜四 记得我刚刚跟你讲说 它三天后扣到哪里 季线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扣到这里 四天以后扣到这里 那时间就刚刚好是不谋而合 对不对 时间就刚刚好不谋而合 是不是 那利空眼睛反应 那其实大家看到 最近台币扁了很多 台币扁很多的话 你看到 来 其实美金 你如果看美元只是它没有过高 那应该想说 它离这个地方没有很远 它过高只有过一点点而已 现在还没有过这个高点 可是你如果看台币的话 台币是扁得非常凶 是吧 来台币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一段很大段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随时来讲 它也有随时都有机会会怎样 会停顿下来 然后你看到这么多利空的时候 你再反过来想 这是八月中 八月中一直到九月 这是九月到现在的一段 有没有 第三季的头在这里 第三季的尾在这里 所以反过来是说什么 反过来是说 其实恐怕电子的财报 会比预期来得好 是不是 那个汇兑收益 可能很多人汇兑收益 其实第二季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有汇兑收益了 有一些汇兑收益就已经还不错了 对不对 第三季的时候可能汇兑收益更强 你看第三季这个幅度这么大 所以有多空有时候都是一体两面 对不对 多空有时候都一体两面 那我们先来看看的话 这个如果讲到这边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故事 美国故事的话 礼拜五是四污日 那四污日 但是今天其实他们全部都是 不是拉下影线 就是拉红K 对不对 那这是备办 对不对 备办的话呢 也走到之前低点附近 那一天拉红K 再往下指标就背离了 是不是 指标已经要背离了 对不对 道琼 也是拉下影线 所以大家都在等这个礼拜四的 不确定因素拿掉 是不是 其实股票怕的是不确定因素 股票怕的是不确定因素 对不对 不确定因素厘清之后 那么该反映的也反映在前面 所以我说今年从年头天到年尾 对不对 从年头一路跌下来 是不是你要紧张的 要担心的是在年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所有的数字 都会很漂亮的时候 是不是 而不是现在 现在我觉得它就是在一个大底 它就是一个大底 对不对 它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它还要再稍微震荡一下 没错 但是呢 基本上它就是在底部了 好 但是股票差很多 是不是 那讲到股票的话 当然今天大家第一个会想到就是 长荣今天回来挂牌 然后长荣回来挂牌 但是今天股价就是很不给力 而且收盘的时候快要跌停 好那这边是长荣 那么回来看看阳明 长荣跌的比较多 对不对 长荣跌的比较多一点 那很多人就讲说奇怪了 这个阳明跟旺海不是在 长荣暂停交易的这段时间 涨了四五%吗 是不是 那照理来讲长荣比人家少了四五% 那就算今天要跌的话 它应该要跌的比人家少吧 对不对 很多人这样讲嘛 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很多人说 这里应该会有反弹的行情嘛 很多人想说它都已经 都已经落后人家四五%了 就算人家今天跌 对因为SCFI 上个礼拜还在继续的创新低 是不是 那报纸标题会告诉你说跌幅趋缓 对那跌幅趋缓就是 10%跟9%的差别 我是觉得没差 对不对 但是基本上报纸标是这么下的 那有些人就想说那这样的话 这个反正它已经比人家少涨了四五%了 所以那今天的话 应该 对不对 就算是其他两个跌一下 应该长荣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反应 对不对 应该还有机会会长一点 就今天长荣跌的比人家还多 是吧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是觉得说就是说 你看运价的话 你如果从高点往下面看 你会说它已经腰斩 那你从低点往上面看 它其实还是长了超过一倍 到上个礼拜五的SAF来为止 它都还是长得非常的多 那他们有长约 但是长约我以前就讲过 那不靠谱吗 是不是 其实长约效应都是很短暂的 它都是一个很短暂的保护力而已 基本上它最后还是会回到原来的 就是回到原来的东西 因为你到明年再定长约的时候 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那个幅度就大了 是不是 那我之前就讲过 我是觉得这边是你就是 因为这是大循环不是小循环 那大循环什么意思 大循环就是很多很多年 才一次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能摸底的 是不是 那短线上面的话 当然跌生会乖离反弹 跌生会乖离反弹 但是它这一段是涨的 为什么涨 因为大家都在卡位 长红要回来了 所以你知道市场的心态 其实跟你想的都不一样 为什么今天长红跌特别多 来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是长红跌的比 阳明跟万海还多 好这个是我们把除全席还原回去 这是还原以后的长红 对不对 这样有看懂吗 这是七月的低点 是不是 因为之前它在暂停交易之前 就很多人卡位 所以它是相对强 它低点在这里 它是今天刚破 那你再回来看看 阳明 早就已经破了 那你再回来看看万海 破得更久以前 所以其实因为大家都对于这东西 寄予厚望 所以它在暂停交易之前 就很多人卡位了 所以它 其实它比别人高档一点 所以它今天当然会跌得比人家多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 你不是只有看表面的 不是只有看新闻告诉你的 是不是 那很多人会讲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供给是这样子 但产业在往上的时候 你越早拿到产能的人越好 对不对 你越早拿到产能的人越吃香 但是往下的时候相反 是不是 你越多产能的人越不好 对不对 长荣我觉得它是扩的比较多 那我来看看 里面当然是有一些猫腻了 对不对 来看它营收是往下 但是营收是往下 8个百分点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运量是往上 长荣的运量是在往上的 对吧 它这几个月是运量是增加的 运量增加 但是营收往下表示什么 运价是往下 是不是 即使有长约也是 有长约保护 也是有这个东西已经在反映了 对不对 那万海的话 它的这个就已经变富的了 是不是 那央民已经快要变富的 所以之前我们就讲过 产业经历会差很多 产业经历会差很多 是不是 所以你看有时候 很多解读都解读的 我觉得不很完整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讲 今天长约为什么跌比较多 这我来看它今天 本来就会跌比较多 是不是 那还有人会讲说 对 今天生计也跌比较多 好 来看一下生计 那生计的话呢 来今天也是全面都回 尾盘的时候 有一线稍微上来一点点 包括核一线有破线 对不对 但是拉了尾盘 是不是 所以其实 这一段是分盘交易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其实核一在这里 都是OK的 是不是 虽然这个线是破 对不对 线破的表示它要晃一下 要整理一下 不过其实生计的重点是这样 大家在等北极星 对不对 大家在等北极星嘛 因为北极星要解盲了嘛 是不是 那北极星马上就要解盲了 所以呢 真的想要买生计的 也会在北极星解盲以后 懂这意思吗 因为很多人就是 有一些人大家在审北极星 因为就是说 当然啦 它解盲会成功或不会成功 现在还不晓得 还不能确定嘛 是不是 那有些人就会担心说 那如果解盲没成功 那会不会带动其他 会不会拖累到其他生计股 是不是 所以就是反映这个 其实现在就是在反映这个 对不对 所以那真的要买的人 他就是等到解盲以后 是 但是你说有没有会买 我觉得他的买盘也在 我觉得他的买盘还是在 对不对 为什么 我觉得 你来看看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我这样讲 北极星解盲其实他自己的事情 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解盲 对不对 他解盲成功了 成功当然就非常好 但解盲就算没有成功 我觉得那也是他个人的事 为什么 因为其他人又没有要解盲 其他人又没有要解盲 对不对 甚至于其他的进度 有些都是很确定的 再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 这是症情 你知道这个缺口是什么吗 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就是他解盲失败 这个就当是解盲失败 对不对 症情当是解盲失败 他是解盲失败 然后后来降上去的 所以有时候 我认为他是这两天压缩 对不对 就是说大家在等北极星解盲而已 北极星解盲完之后就回到基本面 对不对 该上的还是一样上 是不是 因为有些东西像是宝瑞的东西来说 那那个就很明确 北极星解盲不管是怎么样 他反正 安城还是要病进来 又不会说今天北极星解盲 有过他就病没过就不病 对不对没这种事 对不对 美食也是一样 他就是选来要出美国 是不是 跟别的当然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说在这个之前 他是有一点点被干扰 可是我觉得 北极星解盲之后就回到基本面 全部回到基本面 该上去还是会上去 那这也告诉大家 投资有时候是怎样 你要看得久一点点 最后还是会依循基本点 是不是 就像我常常在讲说 你看很好玩 对不对 今天这个强 对吧 但这个就是前两天跌最多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讲你操作时间 要拉长一点点 其实今天有些强势股也是 今天有些弱势股也是 之前的强势股 除了航运例外 对不对 航运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我等等有讲过 是不是 那个是很大的循环 不是小循环 对不对 很大循环的东西 你要知道供需的力道 是很强的那种力道 其实那种力道 在一开始之后 反应在获利上也不会很强 对不对 到中间以后会更强 所以的话 我才会说 你要买下半年 好 明年更好的股票 对不对 那趁这一次拉回 就把握买一点 那指数还是重复一次 我觉得这就是低档趋二 对不对 今年以来的惯性也已经改了 是今年以来 本来的惯性 改成这样子的惯性 再来就会变这样的惯性 所以从第四季到明年 你要把握赚钱的机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反而应该注意一些好股票 那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说它的趋势是没有变 就是说包括像是半导体先进制程 当然它趋势没有变 那自然有人受惠了 那受惠里面的话呢 在半导体的检测验证这边的话呢 那分几个区块 那包括像宜特已经喷出去了 是不是 这是可靠度分析 那再来宏康也已经喷出去了 是不是 这是透过在线工程提高量率的故障分析 好 那相较之下来说的话呢 那么这个更难 好 这个是材料分析 那材料分析是里面难度最高 门槛最高 是不是 也是跑在最前面的 所以如果说受惠的话呢 那应该是这个会先受惠 好 但它还没有涨 对不对 它还在低档区嘛 对不对 那我说它会最受惠的话 最先受惠就是因为 两奈米要改很多 好 那在这个之前 就要先做就这个 所以它是走在最前面的啦 但股价还没有上去 还没有上去那或许 就像当时在这里还没有上去一样 对不对 当时这里是打底嘛 打底后上去一波两波上去 好 所以把我低档的股票都得好 对 当然我说 那指数在低档区 当然就是注意好股票了 好 但是产业还是差很多啦 对 这句话从年头讲到现在 已经讲非常久了 好 不过基本上 你还是记得这个原则 好 就是下半年会比较好 然后明年又更好 最好是新东西 是不是 因为新东西它没有完全反映在股价上 好 所以话说回来的话呢 来看看 那这也是一个 这个非常有利基性的东西 那当然我讲的是另外一家公司啦 那跟这个有相关 不过它东西已经做到非常非常的小了 基本上就跟你的这个蓝牙耳机一样 是非常非常小 就这么一点点 一个盒子这么小里面两个 对 就做到非常非常的这个 那不一样了 那这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新的趋势啦 那当然也有新订单 好 所以我说呢 现在指数在低档的时候 我觉得基本上的话 你要在这个时候去把握买点 而且现在其实利空越多越好 因为利空其实都围绕在原来的东西里嘛 是不是 多一点 少一点 多一点 少一点 是不是 比方说大家对于通膨的预期高一点低一点 但是整个通膨还是慢慢往下 是不是 所以你要记得的是 再过以后股票都是领先反应 对不对 股票领先反应 三个月以上的时间跑不掉 所以之后你三个月后 你再看到的通膨 六个月后你再看到的通膨 那绝对是比现在低 而且明年基期有点高 是吧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它趋势是在往下 只是它在过程里面会上一点下一点 不是说它数字上一点下一点 而是大家的预期好一点坏一点好一点坏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记得的是股票在反应的是 股票都是提前反应 股票在反应的是 三个月后或半年后发生的事情 所以它现在就足底了 对 它现在就在足底 它足底的时候你就是越多利空测试越好 然后你要找买点 对不对 你要找好股票的买点 对不对 就像当时 在18000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利空一样 是不是 跌下来以后你才会看到利空 在底部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利多 上去了以后你才会发现 原来利空已经慢慢散去了 所以底部都是发生在 利空开始渐渐淡掉的时候 利空开始减弱的时候 利空开始慢慢的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利空最差已经过去的时候 那就是底部要成型的时候 所以我说其实今天指出 很多人说今天跌这么多 我其实我认为今天跌多一点少一点 没有太大影响 反正你现在不是要攻击的时候 是不是 你期间还要三四天之后 三天以后才真正的 扣到漂亮的位置 是不是 所以你就让它顺势修正 测试一下量缩 量缩是好事 为什么 底部 这个低档 低档你只有两种 对不对 你一种就是爆大量 V型反转 另外一种就是量缩逐底 是不是 或者说量缩测试 筹码 对不对 那当然 我不觉得它现在会V型 对不对 那它既然没有V型的话 当然就是另外一种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是好事 所以这个礼拜的话 要把握好股票的机会 那当然回过头来 来 这个还没有加入的 还没有参加的 那你当然也可以赶快来把握 参与我们的这个 唯一的私密社团 那我还是再讲一次 就只有这一个而已 所以方法我也跟你讲很清楚 你可以用几个方式 一个呢 你直接就扫 现在你所看到的QR Code 那就是如假包换 你觉得不会走错路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用Google搜寻 大华陀库的官网 进去了之后 直接按点我加入 或者是我们官网上的QR Code 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 是因为呢 我们这是完全无私分享的平台 绝对不会给你收钱 也不会在上面做行销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就是 清楚的 产业上面的东西 投资上面的心法 那在底部的时候 这些东西更重要 因为这会取决于 你后面可以赚多少钱 好 所以还没有参与的 记得赶快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 所有要给你收钱的 全部都是假的 上面不会有任何的收费 也不会有 其实也不会有行销 那基本上面呢 就是很清楚的 那大家一起来参与 参与我们的投资新世界 等一下你就可以上台下来了